粉红杯一到手立刻摆拍PO文炫耀 这个美国老字号保温杯品牌 和星巴克联名推出的保温杯 号称限定冬季粉红色 以上市立刻红遍全美 不少人在寒冬低温中 也要排队抢购 限定粉红杯独家在美国 连锁零售店Target贩售 结果引起大批美国人排长队 甚至整夜露营就为了抢购他 有人在黎明低温下着雨 也要过着棉被毛毯 站在Target店门口守候 或是自带露营以勉强坐着边睡边排队 更有人因为排队问题引发口角 最终插队者眼见被炮轰 无法顺利购买 竟直接以身犯险 你看他们 他们正在抢账 你们这就是狠狠 你看这个狠狠 抓他 抓他 阻止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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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场抢劫尽待所有人 最终众人合理压制这个粉红杯窃贼 同样热潮也涌入星巴克门市 只要有卖粉红杯的地方都挤满人潮 但星巴克官方竟表示许多店面已售庆将不再补货 粉红杯卖完为止 竟意外又刺激转售价格上涨 有网友称网路上看到粉红杯已经冲到300美元 约9290元台币售价 不少网友出面炮轰认为当今消费现象已经失控 但TikTok上传流不息的粉红杯影片 早已说明厂商早从一开始便是整波热潮的最大赢家 在新闻以后会进步的